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简单来介绍我们的 孙总经理的协力经理跟前任还有他专场 他是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授示 他曾经过民本电台 节目主持人 教育电台 民房电台 中央广播电台 广播工作 中管公司 农业专业台 导播 节目主持人 成立三层电台 中管宝导网 节目主持人 事实会的会长 台湾艺术大道理理事长 南投清晰文艺学位理事长 台湾省山衣协会理事长 南投县美术协会顾问 南投文化经营会董事 救国团指导委员 他现在是三层广播电台的总经理 中管新闻网 今夜伴我寻 孙南十字兼节目主持人 南投县美术协会的顾问 他的专场是广播主持 唱歌 绘画并做事举办 年转及个人的组长 他曾经得获得 行政院新闻及广播金庄奖及七座奖项 105年居于欧良资争广播人员 如果上面柏田的结架 就可知道我们 孙荣经营他这广播电台是地位崇高 而且他也是完全一生之中 对不起 对不起 一生之中的空前在这个广播电台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好好地听听他 他的口杂这绝对是一流的 在广播电台当主持人 坦白讲口杂这绝对是一流的 那我们可以好好地聆听一下 好 我们掌声鼓励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还是不拖我每天做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嘉宾 各位先生女士 今天是星期六 应该是很好的假日 但是各位还不空来听我的散演讲吗 是跟各位谈谈我自己从事广播工作 整个因缘际会 跟我从事广播50多年的一些小小心得 不过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我最想要感谢的就是洪慧博士 洪秘书长 在去年是前年 是前年是吧 中广报道网停了 被NCC停掉了 根本没有预警的停掉了 忽然间我第二天也没办法跟听众说声再会 那之后怎么办呢 我把广播当成我置业的 这么的一个机会给切断了 于是我就想说 那我干脆在新闻网能不能够开播一个节目 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星月伴我行 就是因为我在星月伴我行的时段里 也就是跟我们洪慧博士在空中结缘了 大概听没多久吧 洪慧博士就打电话给我 就谈要我当我们这个洪君培文化基金会的名誉董事 我真的吓了一跳 我这个小小的老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一个荣耀了 那也希望我能够在今年吧 前年说今年了 要有一场演讲 当时我真的不知可否也很高兴 但是也不知道我该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里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能够说些什么 所以我一直很惶恐 从去年惶恐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啊 那我要准备来这边演讲之前呢 我也生了一场大病 这个年纪大了啊 总是吃五股杂粮 很难说不生病啊 所以前两天生病 今天好像好多了 今天可能是因为大家给我祝福吧 所以我能够好像也不咳嗽 没有听到我咳嗽吧 很自然的可以站在这边跟好朋友们 这样在以前是空中这个结缘 今天是面对面的跟大家见面 我想很多今天在座的朋友 是不是听我广播节目来的有没有 有的话举个手让我知道 都是啊 真的我只能向您说一声非常感谢 要不是您来这儿过捧场 可能我这边就没有几位听众可以听我 谈谈我从事广播工作这些年的一些经验心得啊 我想各位都会想说我年纪这么大了 刚有人猜我几岁 有人猜我50岁60岁 当我希望我能够再倒退二三十年了 我记得我今年五月到北京去 也是一个广播的交流 也就是高峰会了 那我去了之后呢 我前面有一个演讲者 就是港都的孙副董事长 他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 我从事广播几年几年 以前在喜来 喜来年吧 那个弹卷公司当董事长 之后呢才从事广播 他讲完之后呢该我讲 我们有三个讲者 我是其中一位 我说刚刚孙副董事长 他说他今年已经75岁了 那本姑娘我呢比他大几岁 本来他们还在睡觉 不太注意听我的讲话 结果一听的话好像有点 有点吓住了 说啊你是几岁啊 当然我没把我最顶部岁数说出来 大概算算就知道我几岁了 好吧这是一个开场啊 那我最想要跟各位谈谈 我为什么从事广播工作 可能各位听我节目 也知道我这个人 我真的蛮实在的 有什么说什么 叫我说瞎话我也说不出来 因为我从小跟着母亲 从河南 我是河南人 中国大陆的河南 河南也算是文化的发源地 跟着母亲抗战胜利的时候 也就是民国34年 到南京去找我父亲 那在南京也住了一年之后呢 又到北京去 我爸爸就是到中央警官学校去受训 所以我在北京待了三年的时间 以前我们是讲北平 现在讲北京 在那三年 那这其中呢 我也上了一年的小学 之后呢才又可能就是 就是共产主义 大概不适合我们吧 我们就跑到台湾来了 所以我就是因为在北京 因为我父母亲河南人 都讲河南话 平常我不讲河南话 只有在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 那个河南腔调就出来了 除了父母亲之外 我跟别人很少讲 现在父母亲也不在了 那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河南话还是可以说一说 所以我每当听到别人讲 那个河南口音 我就觉得很亲切 很想把这河南话 也跟他们讲一讲 但是我从事广播呢 是因为我在北京待了 这样的一个时间 让我在国语方面 可能比一般人要比较扎实一点吧 以前我记得我在陆港 这个草港国小 我跟赵守国同学过 可能各位就知道 我大概几岁了 赵守国跟我小学曾经同学过 那之后呢 就要到实验中学读书 我在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呢 同学们都觉得我的国语很好 讲话声音很好听 你们觉得我声音好听吗 不好意思啊 自我吹嘘一下 之后呢 我又到小学里面去代课 那是高中毕业之后去代课 很多人都说 你声音很好听 我自己没感觉 那个时候也没录音机 也不晓得自己声音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声调 不太清楚 所以人家这么说了 于是呢 我第一样想要找的广播工作 就是当时 我记得是民国52年吧 是51年的暑假 还是应该是51年的暑假 是顾留意牙膏 还是黑人牙膏 他们举办一个美尺小姐 美尺小姐 我的牙齿现在不太好 以前还可以 我的老师经常会说 孙云珍啊 你的牙齿不错 现在有美尺小姐选拔 选拔 你可以去啊 我说是吗 后来我从报纸上发现说 这个美尺小姐 就是要从事广播工作的 我想那这个我可以去 当时我都是制服 没有一些 就是姑娘们 小姐们穿的这些制服 我就跟我同学 借了一个裙子 打扮的心想 应该是还可以 但是呢 我现在看我的 以前的照片呢 真的吐都不能再吐了 那我去参加 美尺小姐的时候呢 我就把我一颗柱牙 把它拔掉了 结果在检查的时候 他说你的牙齿怎么没了 我说 那个牙齿有点小小的柱 我就把它拿掉 你为什么拿掉呢 因为我觉得 你们美尺小姐 应该是 这个牙齿都很健康 所以我就把它拔掉了 这样你们就不知道 我那有一颗柱牙 那个时候很年轻啊 真的也不懂得 就把它填补起来就可以了 后来在录音的时候 他说你声音不错 但是你的牙齿 好像缺了一颗 好像我们这个美尺小姐的选拔 你这样子就没办法选上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事广播工作 想要找这条路呢 就落败了 那之后呢 当然我还是喜欢广播 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代课带了一年 后来我有一天 就跟我父母亲讲 我想到台北工作 我父母亲说 你到台北工作 住哪吃啊 吃什么 住住哪里 后来我想我们家 那个时候我们家 我们住的日式房子 挂了两张照片 都挂在我们客厅上 一张照片 是谁你知道吗 是中央景观学校校长 赵隆文的照片 一张是教务长 也就是梅可望 后来当东海大学的校长 他那个时候是中央大学的 那个教务长 我就每天看这照片 对啊 他们是景观学校的校长 教务长 我父亲是中央景观学校毕业的 那我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因为我在普林乡下地方 真的要找一个广播工作 或者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正常工作 真的不太容易 于是呢 我就想说 有什么办法 可以跟他们搭上关系 我胆子也蛮大的啊 我就写了封信 毛遂自荐 自己想说 我多么诚恳 我想要从事广播工作 那我知道一个警察广播电台 那景观学校跟警察 可以连上关系嘛 我就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的中央建国学校的校长 赵龙文 哎 写了这封信还真有用哦 他把它当回市 结果就回电话 请他的秘书给我回电话 说赵校长要见我 于是呢 我就告诉我父母亲 哎 我现在有着落了 我可以到台北去了 他说那你住哪儿 怎么办 你的生活 当时我有个同学 叫王增露 他住在永和 他说 我们这边有一户人家老年人 你可以先来这边帮忙他们 就是陪伴这个老年人 所以我在那儿 当了一个月的 就是陪伴老人的 这个种生活 那我就住了 住的就解决了 吃到不需要在那吃 我只要有地方住就可以 好吧 就约好 那天是哪一天 其实我详细时间记不得了 就到赵龙文校长那边去 去的时候 他说你很有志趣 你的信也写得很好 我想把你推荐到警官学校 不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说非常谢谢校长 那临走的时候呢 他还给了我两百块钱 我说不要了 不要了 我说我只想找个工作 这个钱我不需要 谢谢校长 他说你爸爸是我的学生 你算是我的孙子 你要叫我师公 叫师祖 叫我叫他师公 我马上叫他师公 那两百块你要收下 我当然就收下了 我非常谢谢他 之后呢就请他的秘书 应该姓陈吧 陈秘书 就带我到警察广播电台去 但是去的时候 不巧 他们已经刚招考完播音员 那我呢就没有缺了 他说你可不可以 先在这待个几个月 等到几个月之后 如果我们这边有空缺 或者是你在播音这方面 比较熟练了 就可以递补了 那我当时心想说 我要马上有工作 我马上可以解决 我的吃住的问题 后来我就说那好吧 我再考虑考虑 我就离开了这个秘书 陪伴我到京广去 于是呢他说 你既然那么急着找工作 我就介绍亚洲传播公司 那个时候亚洲传播公司 在中华路 台北市的中华路 我就去了 亚洲传播公司是现在台南 是胜利电台 他们所筹设的 去了待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也没做什么 就是每天录音 看看你的声音如何 学一点小技巧 在这中间呢 我父亲知道 我喜欢从事广播工作 好像把广播工作 当成我未来的一个志业 说实话到现在 还真的是 是我的志业 已经五六十年了 我父亲说 新生报有登一则 这个消息 就是宪兵训练中心 宪兵训练中心 各位知道在哪里吗 可能你们年纪轻 心不太清楚 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在新生难度二段77号 我以前的地址 我都记得很清楚 现在真的是老了 记不清楚了 现在就是年纪大的人 心子记不住 老都忘不了 我就记得 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难度二段77号 我就去考试了 当时有五六十位 报名参加要考这个播音员工作 他们都考差不多了 我去了 当我把音录完出来 他们指挥官就走过来了 就是你了 好 就是五六十位去报考 我就这样就录取了 我就在宪兵训练中心 有服务了一年 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师大 修这个国文系 他们写中文系 其实那个是国文系 我在那修课 那正好在宪兵训练中心 下完班 我就可以去上课 就这样子吃住都解决了 这就是我在 从事广播工作的第一份工作了 那之后呢 因为这边都是男士 宪兵训练中心 只有我一位女士 人家说千绿从中一点红 我是千绿从中 还是一个绿 就大家有时候会约你这个 约你那个 所以我就待不下去了 我就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呢 我现在是讲 我从事广播工作 这一段小小的路程 那从事广播工作 那个时候 就离开宪兵训练中心之后呢 我就想英文很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的红博士啊 英语 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都非常棒 一级棒啊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英语非常重要 我每天早上听张树 张树老师 他是博士我不知道啊 我每天听他的英语讲学 有一天呢 我打开摄影机 好像 怎么找不到张树的英语教学 就听到民本广播电台 要招考播音员 我心想又是机会来了 我就赶快写明信片去 要几岁 什么学历等等 我就寄过去了 寄了两个礼拜 我没有接到通知 没有接到通知 我心想说 怎么会呢 是我的资格不符合吗 我就打电话去问 我说我写了报名表去了 为什么都没有接到通知 他们就告诉我 找了一下 你写克难街27号之一 那我们写信写成21号之一 71 有时候这个发音不准 就变成71 就变成一样的一个号码 他说我们寄了 结果打回来了 说没有这个人 他说你既然对波音工作有兴趣 好吧 那你明天就来好了 明天再来试试看 当时我才知道 那次民本电台招考国音员 一位闽南语的一位国语 他们已经复试了 五六百人去报名 结果我去 他们已经复试完了 他说那你就来笔试啊 考考常试啊 简单的英文啊 国语啊 这些东西 考完之后 那就录音吧 录完音之后 他就说 那这样好了 他们的主任告诉我说 明天再来 我说再来干什么 他说在录录新闻社论 我又去了 我就骑着脚踏车 又到明门电台 那个时候是在东元街 现在好像是万大街 我就又去了 去了以后 录完音之后 我们的 当时我们的 是 我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们的主任 他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 他的学经历非常好 他就说 我们这次决定 我们前面白忙的一场 我们五六百人 都已经作废了 就录取你 我第二天就去上班 后来我把我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叔叔 告诉我一些师大的同学 怎么可能 你这个乡下人 傻不愣登的 长得又那么丑 怎么可能说这种工作 被你被你捞到了 我说是啊 我也不晓得 我就录完音之后 他就认为说我可以录取了 于是呢 这就是我从这广播工作 第一份 正正事实的 这个工作 在那边服务了六年 在这六年中间呢 我曾经到教育电台 刚刚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已经说 我在教育电台 民房电台 还有中央广播电台 在那录小小广播剧 那在中央广播电台呢 是比较长一点 我做了一年的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那个时候 我就在那边 做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做了一年 这稿子都是教授专家写的稿子 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个字都不能改 都照念 照本宣科 我也觉得蛮光荣的 那个时候有什么 中央广播电台 自由中国之声 对大陆广播 那个时候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 又有容音了 一个小小的国民 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 我觉得很好 我说不要钱都没有关系 我愿意做这份工作 所以在中央电台 也做了一年 那是兼差 那是我在民本电台 这个之间呢 当然之后我就结婚了 回到南头去了 在这个中间 我在民本电台 也在中广 做了一个中游时间 也做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其实我的广播工作 没有断过 只有我结婚的时候 有两三年的时间 断掉 在民国六十四年 又进到这个农业专业电台 就是我们知道的宝岛网 宝岛网之前的闽南渔网 就是宝岛网 之后呢 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告诉我说 听过我的春夏秋冬 听过我的好农家 可能还有我的四建原地 那个时候是在宝岛网做的 我在那做了二十多年 那宝岛网停了之后呢 我才转到新闻网 就是现在各位听众来这边 可能都是新闻网的好朋友们 就是新月半围形森兰事件 刚刚我已经请各位说 如果是我听 是我的听众举个手 我发现好多都是我的听众 我在节目中讲了几次了 就是我今天要在这边 有两个小时的 这个也不算演讲了 就是聊聊天的 那这就是我从事广播工作的 一个概率的情况 那我刚刚讲过 我在农业电台 整整服务了27年 这27年呢 全省 各位知道有多少农会吗 有302个农会 我大概走了280个农会 所以以前 宋楚瑜宋省长 他说全省多少乡镇 他走了多少 其实我也差不多 每个不管是都市地区的 偏乡地区的 海边的农会 山上农会 我几乎都跑遍了 那个时候 我觉得 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 就是用电话 也可以录音 可以做访问 那个时候一定是开着车子 拿着录音机 到当地去做一些访问 拜访 其实我发现 我的个性呢 跟农民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可能各位会看到 我好像蛮时代感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时代 我的内心呢 是非常淳朴 非常踏实的 所以我跟农民接触 我会觉得 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那才是我要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那种 怎么讲呢 很朴实的 因为我从小也是住在乡下 所以看到农民对我来说 好像就是看到 自己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所以我跟农民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那这之间呢 因为封年社 封年社 有一次 大概是我们政府要推展 合理化施肥 知道我们以前的农业都要用化学肥料吗 那我就做了四年的 这个合理化施肥的一个撰稿 写了四年 那我要撰稿 一定要到当地看看农民 他们种植的什么样的农作物 他们撕了多少的化学肥料 多少的有机肥料 用化学肥料跟有机肥料合在一起 他才能够把这个农作物长好 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有点小小的 这种认识 因为我们台湾的农业真的做得非常好 各位都知道吗 我们台湾有那个桃园农业改良厂 台中农业改良厂 以前还有一个苗栗农业改良厂 现在苗栗改良厂改成 本来是残丝业改良厂 现在改成农业改良厂 台中的台南高雄 还有台东花莲等等 这些改良厂 几个每个厂我都去过 去过多少次 所以很多新的农业技术 新的农业这个品种 可能我都是最先把它报道出来的 全省没有一个农业专业电台 只有中广当时的 闽南云网之前的农业专业电台 所以看我好像不是那么的 就是比较简朴 比较乡下老太太 但是我自己跑农业 真的跑得非常非常多 而且非常非常的深入 到现在我还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三不五时会打电话来问候我 这次我从事农业的一些收获 像最近有一位桃园的农友 他的父亲每天听我节目 我那个时候是好农家吧 是用闽南话讲的 我闽南话讲得还不错 各位有没有听过我讲闽南话 没听过吧 我大家讲得不错 对吧 谢谢 自我吹息一下 当时我桃园有一位 好像在凭症吧 他的父亲得了癌症 就说他这一生啊 经常听广播节目 但最喜欢我的了 我的节目他几乎每天听 那个时候是六点到七点号能讲 他就说要看看我 结果他的孩子 他的子女们就陪着他 五六个人陪着他父亲 到我电台来看我 看我完之后呢 大概三个多月走了 现在他的儿子又得了癌症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他是种有机农业水稻的 也就是叫做养鸭水稻吧 其实水稻长出来之后呢 鸭子在里面吃那个虫啊什么 就不要放很多的肥料 他每一寄收成 一定寄两大包给我 我说你不要寄了 你种农作那么辛苦 你还寄来给我我真的承受不起的 他最近也得肺腺癌了 我就想说我寄点什么产品给他补一补 他太太告诉我说你不要寄了 你寄了以后他会更觉得心里不舒服 会觉得好像他生病好像 好像没救了没希望了 就叫我不要寄 他说你就打电话问候一下就很好了 这就是我从事广播工作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了 好多种例子啊 因为我经常说 从事广播也算是一种良心事业 也算是一种就是 把真善美传播出去的一个行业 那以前我还曾经接过在宜兰 有一个船长 他打电话给我好几次 他说他们村里面 渔村里面 有一户人家非常辛苦 希望我能帮助他 接近他 我说我只能够传播一些感动人的故事 善良的故事 但是你叫我说 有什么困苦要我去接接他 我觉得有点超出我的所能 我只能够说帮助你如何如何去找什么人 这种例子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 这也就是我从事广播工作 一个怎么讲呢 也就是我就说传播工作跟传道一样 跟传福音一样 就是把善良的东西美的东西 真实的东西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 这就是我从事广播工作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些照片 我再跟各位谈谈 我为什么把广播跟哲学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我从事哲学的学习 可能跟我从小有关系 我刚讲过 我曾经参加过梅池选拔 当过代课老师 还有家中的两张照片 所以去找赵龙文 我写了一毛 所以自己一封信 赵龙文校长 刚刚我讲到梅可旺是当时的教务长 那梅可旺他也当过东海大学校长十几年 他把东海大学一个发不出薪水的一个学校 他把他拯救过来 像东海的那个炼乳也都是 还有牛奶都是他在校长阵内把他激发出来的 我曾经去访问过他 哎呦这个桌子会摇 我一直碰他他就一直摇 没关系 谢谢 去访问他告诉我如何智学如何养生 那个时候他好像96岁98岁过世的 那个时候就两张赵龙文校长 跟这个那个没渴望校长 所以我对他们就比较熟悉 所以才会从那里踏出我从事广播的这个第一步 那我想说从事广播工作当然像有个金钟奖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我在民国56年57年我记得金钟奖的开始成立第二年吧 我就得了一个我应该是做了一个锦绣山河吧 当时的内容就是一个台湾人生长在台湾的一位民众 他到大陆去看看这个大陆的锦绣山河就是非常感动 那一集我也得了金钟奖的文艺金钟奖 之后呢我在民国69年得了一个导播金钟奖 那次我得导播金钟奖呢 好那张啊那张就是我领那个导播金钟奖的一个照片 旁边是李宝干 现在人不在他以前在郑生公司服务 那那个是007的男主角 旁边是银霞就是那个珍珍的妹妹 那是我领导播金钟奖的时候 那另外那是我从事广播工作 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认识不少名人了 那那个呢是我当时南投县党部 他们要找一个民国80年吧 要找一位国大代表的候选人 后来他们找不到就推荐我 于是呢我就参加了民国80年的国大代表的候选 后来我退出了 我已经提名了 我是保障名额 他们说如果我当选之后呢 会对南投的国民党的政治生态会有点问题 所以为了顾全大局我就退出了 那个时候是邱创焕 这个是我前不久到北京去 这是望望集团的蔡月明 忠实的老板 这是林代表 那个是北平的代办 那个是我参加画展 五年前我自己举办了一次画展 那吴副总统那个时候也去看我 我还在医院里你看我手上还还有没有绑着一个住院的那个袋子 有没有绿色的 好那个时候我正好生病 我只要有大的事情我都会生病 就病一场 这一次洪卉博士因此过来演讲 我也生了一场大病 生了大概二十多天吧 我每当有我这个人可能担担不起大的重责大任了 只要给我一个工作我就会好接下 但是心里就开始开始挣扎开始挣扎 那个就是我在画展的时候 那那个我从医院出来说那个吴副总统要看我 我就赶快赶快出院跟他们合照照片 那个是吴副总统夫人到我电台成立的时候来看我 那是吴副总统他们结婚去的 下面这张照片看到没有 你看到谁了 蒋经国 是不是 那是我先生分发到在埔里的那个什么国中 红人国中 你看我脑筋都记不起来了 我们到铁针山去自强活动 当时正好蒋经国也去了 我先生还跟他另外合照了一张照片 他说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就说我们是红人国中 校长带着教职员一块去那边自强活动 就给我们拍合照的一张照片 很难得因为我昨天在找照片呢 在看到这张照片拿出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边是什么 最那边那是我以前在明本电台的同事 最左边最左边最左边那个是肖美慧 肖美慧过来那边的第二张呢 第二个就是陈其宽 大家知道陈其宽是谁吗 陈其宽 东海大学路斯伊教堂 他设计的那位陈其宽也是个画家 那是他夫人 是我们以前电台同事 他们两个结婚是我当媒人介绍的 其他 从那边算来第二个 就是最最最左边的那张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主任 郭君华 对郭君华 他是北京师大毕业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所以当时的郭音员的素质都是蛮高的啊 这样跟听众朋友 跟各位好朋友做一个介绍 现在比较亮了 这张是我到西藏去跟一个喇嘛合照的 那边各位看到那三张照片吗 到死海 应该是死海吧 以色列死海 那个盐水会浮起来 有没有 那我涂得黑黑的 就是那个泥巴浆 那个泥浆可以美容 所以我们都把它涂得很黑 然后去泡水 这一次我们到以色列去是计政带团 耶路撒冷建成三千周年 我们有八个国家代表到那边去给他们做一个庆祝 八个国家去演唱 也在以色列游行 这个是埃及 那个是寄政 下面照片有没有 是寄政 那个就是那个 什么 那就是大家人面师生 师生到埃及去玩的这个照片 大家大概可以看一看 我就不再详细的介绍 这就是我从事广播这些年的一些记录 这是我们山城广播电台 我们同事跟听众朋友一块出去游玩 那个是我在东海大学读书的时候 老师带我们到湖南去做这个访问 上面这张照片 我不晓得各位认不认识 中间那个人我访问他是叫赵二呆 各位知道赵二呆吗 有人知道吗 画家对对对 不错赵二呆 他有一对双胞胎吧 后来被人杀死了 他就非常心灰意冷 就跑到澎湖去 他跟澎湖县政府讲说 你出一块地我盖房子 这块这房子将来我如果走的话 我这房子就变成赵二呆艺术馆 那个时候我就到澎湖去访问他 下面这个是我同学的弟弟 叫做王新篤 他是做幼里红的 他本来是在日本很红 结果到日本他们说你要改日本名字 我们才把你捧好捧红 于是他说我干嘛堂堂中国人 我要去当日本人 他就回到台湾来 他现在一件作品都上百万 好 幼里红 那是我访问他 那是我访问 那个是孙明贤 每当神农奖颁奖的时候 那时候孙明贤是当农联厅的厅长 我都会去做访问 只要有农业的 这个大的活动 我一定会去做一些访问 这个是 这叫谁 旁边这个 杨什么 那个歌星叫什么名字 杨烈 看我意思都想不起来 杨烈 中间那个是我们南投县的非常有名的国画大师 绘画大师 李果摩 李果摩大师 下面是柯耀东大师 李果摩是我们南投县可以说一等一的大画家 还有柯耀东大师 那边是 那个农会的那个林部长 现在林秘书 他每年的茶博会啊 都是他主办的 他我跟他非常熟 认识了好几十年了 这也是我去 做的访问 这些都是我做的访问 那边那个我应该可以介绍一下 最靠 左边 左边 这位孩子 他母亲应该是民进党的大佬吧 他自己本身到波兰 到伊拉克 到很多危险地区去做访谈 他周游那些国家之后呢 我就回来做一段访问 讲得非常好 各位大概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在从事广播 出去做访问的一些记录 那边就是麻豆鳄鱼王 他有一只鳄鱼 到最后都养不起来 就卖给大陆厦门吧 一个企业体 这是我去修这个哲学的时候 跟老师的合照的照片 那个就路斯一教堂 各位知道吗 就是东海大学说是说是贝玉铭所设计的 实际上是陈启宽所设计的 陈启宽在走的时候 还是不能够明目说这个教堂是他设计的 为什么名字是冠上贝玉铭还不太能够接受 这个教堂各位知道吗 东海大学路斯一教堂 因为他的设计的整个那个都在他的办公室 因为我跟陈启宽蛮好的50多年的好朋友啊 所以他的情况我非常了解 最那边的就是我的先生 最靠近那边那个跟我的老师 邝指人老师一块合照 他现在已经有点虚质了 所以今天本来要来后来没有来 这是我的老师 谭老师 中间这是我的哲学系的魏元归教授 这是我的同学 这是我的访问 我在当在农业电台服务的时候 民国77年各位知道吗 我们的蒋经国总统是1月13号过世的 当时他们有编了70万要做农民的结婚吧 结婚的补助费 那当时因为蒋经国过世 大家会觉得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做集团结婚不太好 我就知道他们有一笔钱70万 我说那这样好了 农民没有什么娱乐 可不可以把这个70万挪给我 做一个农民的神农杯的歌唱比赛 这就是我当时举办 民国78年吧 我办了三届吧 这是第二届吧 这是第二届 各位看到这是我们年中 年中这个餐会的时候所拍的照片 那个是我们捐献给立新基金会 今天下午还有个立新的活动 立新为女孩而跑 我们每年都会跟他们做一些活动 也就是我们电台捐出一小部分的钱 跟他们做这样的活动 那是我们捐的钱捐10万块 有时候我会把一些画家的画拿来做意卖 拍卖完之后呢 我们就捐给某某需要我们去捐助的一个单位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绘画的展出 意图十岁 中间我是画我孙女 第二个孙女 那个灿烂如白 那是我五年前的绘画画展 那最最左边那个是我跟我先生 我最近也在我们南投县一个文西园地区画展 这是我从事画展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成绩的 好 这是我们文化中心的主任 那边 这都是我的老师 下面林静岛老师 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就是监察院副院长 叫什么 陈经利 他是监察院副院长 他有画画跟我们一块画画 这是因为他在监察院 我们到监察院去玩 下面这是我的画作了 大家不要谁拿走了 我也搞不清楚 这就是我绘画的一小小记录 这是我的画作还好吗 不好意思 你们喜欢哪一幅 哪一幅 中间那个吧 右上方 右上方 这边这个 很可惜 这有的话可能已经送给人家了 我本来今天想带一幅画来送给大家的 后来因为也准备不及 说实话 改天有机会我就送各位 送给我让各位抽奖 只要来参加听奖的 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木材 那是我早期画的一个裸体画 这是我的画作 还好吧 还好吧 这是我到西藏 这张是我到西藏去拍的照片 拿来画的 好 这就是我参加国大代表的时候 选举的一个办公室 大家来热闹热闹 我当时退出了 心想我退出了 幸好我退出 如果退出可能现在命都没了 这是我参加世子会 这些我们的世子会 今天那个 绿华 有你的照片 参加世子会 我当过两次会长 这就是北京 北京台办 还有天津台办 他们有时候到我们电台来参访 他会指定跟我要参访我的电台 可能我跟他们谈话比较投机 最左边那个是我的哲学论文 最近我们的小英总统 不是说他的博士论文 有些小问题吗 就是你的口试的 一定要有你的几位教授的签名 一定要有那个签名 最后那边就是说 我这个论文可以放在电子党 可以让任何人去看 他可能缺少这个 所以就到现在还是一个大问号 OK 这是我 这是我写论文的一个序了 我写的很长 好 这就是 谢谢 这是照片了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当然了 我修哲学 我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德经 老子的道德经 比较有点小小的兴趣 那今天呢 我是把最近我看的一些资料 想跟各位分享一些小小的有趣的故事 好 我在想 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呢 我们的文化历史在秦汉以前 都是有儒家 墨家 道家 这三家 可以说笼罩了我们全部的文化思想 各位想想应该可以知道 但是到这个唐宋以后呢 就换了一家 换了什么家呢 就换成为 辱氏道 本来是辱墨道 现在变成辱氏道这三家 那这三家又笼罩着我们中国文化思想 一直到中华民国 初年的时候 有一个五四运动 有一个五四运动 当时呢 我们所喊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殿了 所以这样情况之下呢 在我看那个南淮景的一本书 他把这三家怎么比喻呢 他说呢 这个辱家呢 像是粮食殿 粮食殿 就是不能够打 否则的话 打倒了这个辱家呢 我们就没有饭吃 没有精神粮食 那佛家呢 刚刚讲辱家 那佛家呢 像是百货公司 用百货公司什么都有 你到里面要买什么都可以 不买也可以 逛一逛也可以 但是他把道家当成什么呢 你一直不要生病 你只要一生病 一定会到药店 他把道家呢 当成药店 所以辱氏道 好 儒家编成粮食 粮食店 那把这个 佛家呢 当成百货公司 把道家呢 当成药店 你必要的时候 一定要学气功 我今天有带了些气功的册子 我也告诉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来的话 但是今天人好多 我怕我不够 只有二十几本 我待会分送给各位 如果说不够的话 你把名字写下 我印了以后再寄给各位 也谢谢你们今天来给我做这样的加油跟捧场 那当然了 从这个南怀锦所说的把这三家辱氏道这样去区分 我不晓得各位想想看 是不是有点道理 把这个儒家当成粮食店 就是精神的食粮 那把佛家呢 变成百货公司 里面什么都有 佛家什么都有 道家呢 是药店 就是你生病的话 要到这里去看一看 就是我们想学去功啦 修身养性啦 属于道家这一类的 那当然了 我们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呢 在它鼎盛的时候呢 也可以说 都是用这个内用黄老 外用乳术 那自从这个黄老之学呢 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道家思想 那道德经呢 我们知道前面三十七章是道 讲道 后面四十四章呢 讲德 虽然道德经这五千多字啊 但是五千多字 每一字都蕴含着非常深广的这个意义在 每个人解释不一样 所以我经常拿一句话 问我的周边朋友 他们都念过道德经 我说天地不仁是这个万物为出口 我不晓得各位怎么解释啊 那好多人解释的有点各与各的说法 天地不仁 它不仁是什么意思 天地不仁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边有位历史教授 天地不仁 历史教授 你们怎么解释 天地不仁就是说天地是万物都是平等的 没有我偏好谁我偏好谁 没有 他对谁都是一样公平 这就天地不仁是万物为出口的意思 所以我经常看好多朋友他们念了道德经之后 每个人解释都有个人的他的立场跟他观点不一样 解释出来的也会不太一样 那在这我想跟各位谈谈 讲这个道德经 我看看我刚刚这边讲完了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黄老之学的道家学术最能够代表就是道家思想 也就是老子老子就是我这次这个论文写的老子政治哲学的指挥了 那我们又称他为道德经这一书 那能够代表道家思想可以说最有系统 诠释老子最清楚正确的一个方式 那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就是庄子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老庄老庄思想 庄子可以说对道家思想解释的最好 那他对我们历史人物的这个建功利业乃至对个人的修养 像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事等等都有很大的用处 那因此我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都是围绕在这个道家的老庄之学了 那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呢就是从汉唐以后的人生所持的一个修持一个观念 在秦汉以前那现在所谓的道家呢跟这个口梦之学的所谓的儒家 原本没有分开的通通通是一个道字 而这个道字呢也就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 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 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 那在这里都把它统称为道 那清代在乾隆年间呢主编四书的四国全书的就是纪晓兰 各位可能对纪晓兰比较清楚吧 他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跟事情呢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了 现在如果再住宿呢就超不过古人的范围了 又何必再多住宿呢 这的确是一句名言 我记得以前程大有位文学院的院长 他还说我现在在写书 我再怎么说再怎么写都赢不过古代的人 他们所写的这些内涵 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写 我只要解释就可以了 那纪晓兰也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以前的书已经写得非常详尽了 我再写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 我再写也不过是使人家雅惠了 所以这个道呢 道我想各位比较很熟悉一首诗 这是这个猿人马志源所写的 他在秋思中所写的就是 枯藤老树婚丫 各位都会吧 接着你们念念看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对断肠人在天涯 这个道 他这也是指道 经禄都是道 我们人生从出生到现在都是道 有时候想想 我们人 我不晓得各位 你们知道我们的人是从哪来 如果讲到这个哲学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就问老师 在自习课 我说老师人从哪来 他说 人 你问这个干嘛 你长大就知道了 他意思是说 男女结婚 长大就会生孩子 那我问的意思不是这个 我问的可能更深 所以我从小对哲学 对这种疑惑的事情 我一直会 想要去探讨 有一次我在 大概小学四年级吧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爸说 我说爸爸 你这口饭最后一口饭 你讲这句话是最后一句话 我爸说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吃饭是说是什么不吉利的话 我当时就说你讲话 我现在讲话 最后 最后 就是最后的那一句话 一秒钟 生存的这一最后一秒钟 你们现在坐在这边 这也是最后一秒 也是你最 这一心中最后的一秒钟 我是也讲这个意思 所以我从小 对哲学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抱这种 很疑惑很探讨 所以我小时候 我喜欢看星星 喜欢看月亮 所以为什么我的节目 就星月半文型 我喜欢看星星 喜欢看月亮 像阿姆斯壮登陆月球 我就那段时间 抱着灯什么 我通通看 我喜欢去探讨 到底这个宇宙还有多大 还有多少奥妙的东西 各位知道吗 我们宇宙到现在 大概有多少亿年了 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资料 一百五十亿年了 一百五十亿年前爆炸的 大爆炸之后呢 我们地球开始有 大概四十几亿年前 那我们人类呢 那我们人类呢 大概二三十万年前 至九万年前 那我们人类呢 是从非洲那边慢慢转变 其实我们都是黑人 慢慢从我们这个人体的生存 人类的生存了 我们的需要了 能够养活自己了 慢慢才转到这个温带地区 或者是寒带地区 所以我们变成黄种人 白种人 还有这个黑人 我们都是从黑人转变过来的 各位不晓得对这样的想法 他们这样的推敲 认不认定了 我是想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科学的这个验证 是这样来的 好 接着我想 因为我是自己对老子 比较有兴趣 我就从这个书上 再结论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 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跟各位分享一下 各位知道汉朝有文景之志吗 文景之志 就是汉文帝跟景帝父子相继 为汉朝鼎盛的这个尖锋时期 所以唐朝的贞观之志 乃至于唐玄宗 白居易 长恨歌 这里边所描绘的 叶曼与杨贵妃 窃窃私语 这些呢 都可以说从这个老庄思想 这样衍生过来的 那我们可以证明就是 道家学术呢 在拨乱反正的基因上呢 具有最重要的这个价值 那再看我们近代的史书 满清以孤儿寡妇 满清以孤儿寡妇 带领四百人入关 统治了当时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华民族 成立了大清帝国 那所用的这个方略呢 领导政治的最高哲学思想呢 就是什么思想 各位应该会知道 就是什么思想 老子 老子的政治思想 那再回顾啊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动乱时代 大概不会再延续太久了 这是南怀景书上曾经写这么一段了 所以照历史的法则的这个推演呢 应该是丁某年 1987年以后 丁某年1987年 我算算就是76年吧 我们的民族气运跟国运呢 正好开始回转 走向一个康庄大道 也就是像康熙乾隆那样的一个盛世 而且可以持续两三百年之久 我想各位从这可以知道 19世纪是英国的 20世纪是美国的 21世纪就是中国的 所以呢 这次中国跟美国他们的贸易战呢 我在想真的将来可能我们取胜 而且可以盛况到两三百年 所以大家应该有希望了 不要因为我们困在台湾 就好像说明天在哪里啊 我想从他这一点呢 我相信他讲的话了 从1987年算算76年 是不是邓小平起来之后 才把中国文化这样发扬到目前 进步到现在 所以也算是又有容颜吧 虽然我们台湾跟大陆 似乎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友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为华人的分子 也觉得还不错 我蛮喜欢中华民族能够强盛 好那我们再回头看 一般人对老子 我穿今天这双鞋子不对 一直歪来歪去 害得我都站不稳 抱歉啊 他名之为道德经或老子的道德经 因为这本书呢 前面我们讲道 后半部是讲德 就前面37章是道 后面是讲德 那据这个唐中宗景伦二年 也就是西元708年那个时候呢 建立的这个道德经碑呀 内容就是老子这部书 在应该是八世纪吧 八世纪初期的时候 就有道经37章 背面刻的就是德经44章 可见这个道德经啊 影响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思想 中华民族人的思想非常久远 好那我们再看 像英明如唐太宗 他当皇帝以后呢 因为自己姓氏李的来由 他姓李嘛 在传说中非常稀奇古怪 他说照古老神话的传说 李姓的第一代士族就是老子 李氏李尔嘛 老子叫李尔嘛 那远在这个尧顺时代的人呢 因为在李树下出生 在李树下出生 李爱 乞儿 李树下出生 所以呢 就姓李 所以他们说老子是这样子来 所以是要姓李啊 那老子跟他的诞生 跟他的来源传说 有人说他妈妈怀了81年 我跟这次胡说八道 我不太不太相信了 那唐太宗之姓李的来由呢 研究中国姓氏的源流跟宗族的渊源来说呢 就是他当了皇帝之后呢 一定要把家族的祖先的血统追溯的更光辉一些 正如世界上任何民族 如果在人群社会中有了事工上的成就 一定要找他的根 而且呢 一定要使那个根 把它整世 而且塑造的非常光辉 这是人性 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做法 那唐太宗呢 也要找他的根 唐太宗也要找他的根 希望找一个比较更光辉的根 所以追溯历史呢 理性人物呢 以老子最好 在学术上的成就 可以说很了不起 所以呢 他设法说是老子的后代 但是老子呢 只是在学术上有成就 还要把他再捧高一点 后来呢 就是这个礼堂的子孙 就把他捧为教主 就把老子变成太上老君 因为封为道教的教主呢 所以道教呢 实际上也成为唐朝正式的一个国教 只是当时没有国教这个名词 就是大家都尊奉这个老子 那像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也有同样的想法 都想追根究底 到底自己这个姓氏以前是多么伟大 而他选择了朱熹 他选择了朱熹 所以呢就大捧朱熹 他想把这个祖宗跟朱熹可以扯上关系 可是自己呢 毕竟是一代帝王 所以这种事呢 不能太过分勉强 他想只有刘寇向张显忠的祖宗跟朱熹 扯上关系 只有刘寇 如张显忠 这种人他想跟能够扯上一点 就是可以让自己能够更有这种身旺的背景啊 所以有一天呢 他打到张飞的庙 那因为问庙中供奉的神像是谁呢 他们说是张飞 他说张飞啊 那我也是啊 我姓张啊 我张姓忠啊 那我应该跟他有渊源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就到这个庙里面去祭拜 希望他周边的人能够帮他写一些纪文 这些写纪文的人都是穷书生啊 写得非常好 可以说是引经据典 他自己也看不懂 非常不满 就杀了几个人 于是呢 他说我自己来写吧 我自己来写个纪文 他怎么写呢 他说 你姓张老子 我也姓张 咱们就联宗吧 于是张献忠跟张飞就联宗了 当然这是笑话一则了 可是朱元璋呢 打算把这个朱熹 也拉进自己祖先的行列的时候呢 有一天 他碰到一个理法的这个理法师也姓朱 就问这个理法将 你是不是朱熹的后代呢 理法将我不是 我不是朱熹的后代 我绝对不是 朱元璋就先想 他怎么不攀清呢 他姓朱为什么不攀清呢 于是他想了想 一个平民都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攀清 那我何况又是个皇帝 我也不能够攀清 而自己当了皇帝呢 又何必认朱熹为祖先呢 因此打消了这原有的念头 可是对于朱熹呢 还是极力的捧起来 比方说在明朝 应世求功名 非读这个朱熹的注解 也就是我们所念的龙语 那门孟子这些四处不可 所以可见这个自古道经 这个道德经或者是所谓的皇老之术呢 都是各位所追求的 在这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则就是 也就是刘备 刘备的故事我想各位都知道吧 刘备是这个开国元老嘛 在历史上可以说标榜着汉初的盛世 就是文景之治 刚刚讲过汉文帝汉景帝文景之治 汉文与汉景这父子两个思想 可以说领导着当时的明朝有三四百年 是三四百年吗 明朝 一个是吧汉初汉初汉初 都是用这个皇老的道家学说 另外一方面可以说呢 跟母教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汉文帝跟汉景帝的母亲呢 可以说都喜欢这个研究老子 而受他影响很大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跟时代的这个潮流中呢 这位环境的巨大影响之下呢 政治哲学的最高领导学说 就表现得最深刻 就是汉文帝了 那这个开国皇帝汉文帝刘邦 在位不过几年 他就死了 那政权呢 就落到他妻子吕智的手中 那天下呢 最诱惑人的权势 极少有人可以摆脱得开 所以李后呢 便想说因事成变 要把地位传给这个宁家的人 把整个皇位传给宁家的人 但是当年呢 跟刘邦一家打天下的这个文成武将们呢 可以说都是非常有功劳的 所以呢 等吕后一死呢 便把这个吕后的这些事念 把他消掉 那吕家的权力呢 虽然是削平了 那天城门这些大城门呢 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 来接皇帝的位置 可是刘邦的儿子呢 他已经被这个吕后 可以说消得差不多了 消得差不多了 只有一个小儿子叫刘恒 我想这个故事 可能各位从戏剧上都看到过 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作为带王 但是匹敌又是匈奴 内蒙的这个荒漠贫瘠的地方呢 因为他的母亲的关系 他母亲呢 可以说是无欲 也不跟人家争 可以说对皇老之术呢 非常的研究的很深 吕后呢 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当时的吕后 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才保全了他的性命 这个时候大臣们就商议 找到了这个 在这个边疆的这个刘恒吧 因为刘恒他们是清心寡欲 守到上德的一个带王 就把他想迎到长安来 继承这个汉室的这个皇位 便是后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汉文帝了 那这么有一段 我是觉得值得跟各位谈的就是 我觉得 因为刘恒 他顶了一代代王的这个头衔 被冷落在边塞 突然传说长安的人 要把他请回去中央当皇帝 要回去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两边的这个重要干部讲 一个是郎中令 就好像是他的秘书长 另外一个呢 是他的参谋长 他说要不要回去啊 他们现在请我回去当皇帝 我要不要回去了 那另外一个人就说不行 现在他们很混乱 你回去的话可能会被杀 而且没有好的作为啊 而另外一个他的参谋长呢 宋昌就说可以回去 可以回去 后来一个说可以回去 一个说不要回去 他就问他母亲 我到底要不要回去 他们就说 干脆请你舅舅过去看一看啊 他舅舅姓博 就是薄熙来的博 博后的博 他母亲是博士 就请他的舅舅叫博昭 就回去 看看到底可不可以回去 去接这个皇帝的位置 那回去以后 发现说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因为很多皇民呢 那些亲戚们呢 都觉得说他可以回去 他是把秦始皇打倒的 应该很多人还是向着他 所以他就回去了 好 回去了 回去了之后呢 他没有马上去接这个皇帝的位置 这有一则呢 我是觉得值得跟听众 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他没有马上回去 那回去之后呢 有一天呢 这个就是要接这个皇帝的位置的时候呢 就是刘恒左右的张武跟宋 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重要干部 都曾学过这个皇老之学嘛 在魏桥行过礼之后 就是有人要去接他回来当皇帝 在魏桥行过礼之后呢 这个周伯呢就像刘恒说 他说代王 我和你退一步 单独说几句话 当时他周边人说 你要说什么话 你要说私话是说公话 如果说私话 这个时候不方便讲 如果说公话的话 可以对着大家讲 后来他就没办法 这两个干部可以说是非常英明的 那他就说那好吧 你要说公话是什么话呢 他说我今天带了玉玺来 要给你 我带玉玺 给我玉玺 没有别的 只是公事 这个人也无可奈何 只好说当着面说 我带玉玺给你 那宋常说 你特别带玉玺来给他 但是刘恒接过玉玺呢 赵长情啊 他就是皇帝了啊 他却说这不可以 今天我出道 还不了解情形 天下之士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 天下之士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 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 我现在只是先代为 把玉玺保管起来 这些时日再说 等些时候再说 也就是皇帝皇老知道的 这个用而不用 要而不要 用而不用 要而不要 也就是非常谦虚了 谦虚 该要的要 不该要的不要 我现在讲的谦虚 真正的谦虚 不是我们小燕总统说 谦虚谦虚 谦卑谦卑 谦卑再卑 羊头一喝 可以喝谦卑 他这真正发着内心的谦虚 所以老子的三宝就说 一约辞 二约简 三约 不敢为天下先 这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做人做事 不管在哪一行业 都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修养 那这也表示说 这个刘恒他母亲博士 对这个皇老之术修得非常深 而且研究的也非常透彻 他才会有这样子 他接了玉玺的印章 照说就可以当皇帝 他说不 我现在还不能当皇帝 后来他们回去了九个多月 再看看安抚这个 安抚那个 把以前的这些跟他父亲 一块打仗的人 这些安抚下来 可以说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了 在这之间呢 他说也不是那么简单 我就接了皇帝的位置 我还要跟另外一位叫做什么 我看看 另外一位就是叫赵妥 赵妥那个时候呢 他在旅后乱政的时候呢 他听说在故乡的兄弟被租 祖坟被挖 对汉朝非常的怨恨 旅后死后呢 他见汉朝中央没有主政的人 他就自称皇帝 而且呢新兵到了湖南长沙的边境 准备向北进攻 所以他接这个皇帝 不是说那么的容易接下来 还是很多事情要把他弄平的 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就汉伟帝啊 赐给南越王妥 王妥给这个赵妥的一封信 他写了一封信 赵妥也回他一封信 都写得很好 所以他这怎么写呢 在历史的记载上 有关于汉文帝处理这个大难题 大难题的两封信 其中一封是汉文帝给赵妥的一封 那赵妥也答复汉文帝的一封信 这两封信呢 可以解决了大战于无形了 可以说做得非常好 那另外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这封信写得很长了 我不愿在这边念给各位听了 那这主要就是说 他们这场战争就完全没有了 那我看我 就是这样往来的两封信呢 消灭了一场可怕的大战 那这就是黄老之道 所以呢 懂得黄老之道的人呢 他的运用之妙 能兵而不携人而使天下太平了 此后没有几年呢 北方的匈奴也作乱 汉文帝也是写了一封 比给赵妥更简短的信 只对匈奴的领袖说了几句话 就把一场战争画起了 所以汉文帝这个个人的道德修养 是学了老子 行黄老之道 比方说他集黄帝位之后呢 他所穿的一件袍子 一穿就穿了二十年 补了又补 就没有换一件新的 这不是他娇柔造作 完全出于道德的修养 所以老子的一约辞 二约减三约 不敢为人先了 这三报之一的奉行了 后来又尽量减轻刑法 更改法律跟社会的制度 那财经上可以说 也减轻税服 种种改变 可以说做到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政治领袖的 一个宽怀大度包容 所以历史的记载 韩文帝当了十几年的皇帝 监狱中几乎没有罪人 这就是著名的文景之志的景象了 他们两个人 韩文帝当了二十三年的皇帝 他的儿子呢 就是景帝 这个刘起了在位十六年 一直到他的孙子五帝 刘彻 这个一共是大概五十五六十年间 所以汉文帝 景帝他们可以说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不晓得现在时间是多少 还没到吧 我把第二章念一念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也 皆知善之为善 思不善也 故有无相生 难以相成 长短相较 高下相请 因生相合 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 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功成而扶居 为夫为扶居 事已不去 如果各位看了字面 你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意思 现在有点功劳 就表得不得了 一份功劳 他起码表个三分四分 以前的人就是 可以说 做任何事情都不表功德 做了就做了 所以说大道无名了 并非如一般凡夫俗子 所认为的这个长道 就不是说无名的道了 什么是长道呢 便是平常人们认为 形而上的道 所建立起的这个 至真至善至美的 明相境界了 所以当然如果说 你做一点事情 我做了是一个什么 现在我们 现代的社会 任何东西不做宣传 似乎这个明就不起来 但是明起来在以前就说 这个皆知善之为善 似不善也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是似恶也 所以以前就是默默的做吧 跟随自然 这样天地运行 就不需要做特别 这个宣传夸大的 这种名不符实的 这些事情了 所以我们看美与善 本来是古今中外人 所敬仰的崇拜的 像西洋文化渊源的 希腊哲学中 就是以真善美为哲学的固定 那中国的善古文化 也有同样的标榜 尤其对人生哲学的要求 必须达与至善 生活与行为 必须要求到至美的境界 甚至善与诸子百家的 学术思想中 也都随时可以看到 这种真善美 那我做节目 说实话 我也本着真善美 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讲 虽然我们主持人 有个别的一个性向 或者是对什么比较偏好 对什么比较不喜欢 但是多多少少 还是本着真善美的 这种心态 对所有的朋友们 来谈我们所要宣导的 一些事迹 所以这里写说 大道无名 并非如一般凡夫俗子 所认识的长道 什么是长道呢 就是我们 有个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你认定他好 不一定他就是好的 所以我们说 有个真善美的天堂 便有丑陋 罪恶 虚伪的地狱 跟他对立 天堂固然好 但却有人偏要 死也不厌地狱 就是还是喜欢地狱 没有碰到都不觉得说 地狱有什么可怕 所以极的世界固然使人羡慕 心向往之 但却有人愿意永远沐浴在 无边的苦海中 以苦为乐了 所以人为的相对的 这个 贾力 根本就是无绝的 无绝对标准 根本及无绝对标准 他有的 这写的我 因为我现在画的自己看不清楚 所以呢 建立一个美的标准 那个美便会闹出东施孝平的漏血 有两则历史故事了 浓缩成四句名言 就可以说明说 美之为美 思恶也 善之为善 思不善也 的道理 也就是说 这为长夜之欲 道国之人皆失日 楚王好戏妖 工人多饿死 现在引用他来作为 就是经验哲学的明确写照 说明为人上者 无论在哪一方面 都不可有偏好跟偏爱的 这个取向 也就是说 偏重于仁义道德 自由民主 也会被人利用 而假冒为善 便为造孽作恶的借口 天下皆尊美之 唯美思恶也 那同样的爱美 这边有个小故事 跟各位分享一下 爱美 爱美成批 批号便是大病 爱美成批 批号便是大病 那明朝呢 初期有一位大名士 大画家 他叫尼云林 他非常爱美 也好干净 他自己所用的文房四宝 笔墨只艳 每天都要有两位专人来经管 随时负责擦洗干净 庭院前面 他说我的梧桐树每天都要把它洗干净 也派人挑水来洗 因此便把梧桐树把它洗得干净死 因为太喜欢干净就把它梧桐每天就洗 把它洗死了 有一次他留一位好朋友在家里住宿 但是又怕他那个朋友不干净 他一夜之间呢就亲自起来视察三四次 忽然听到朋友在床上咳嗽了一声 如果像我最近我今天还没有咳嗽 我平常一天咳嗽几百次 他说在床上咳嗽了一次一声 于是担心通宵不能成眠 就是这个泥云林非常爱干净 他的朋友留在那只要咳嗽 他就觉得说很奇怪 怎么再咳嗽呢 等到天亮便叫用人去寻找这位朋友 吐的痰到底在哪里 要清理干净 那用人们就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也找不出那位先生吐的痰到底在哪 又怕他生气骂人 只好找了一片落叶 稍微有点脏的这个痕迹 那拿给他说找到了 这是他吐的痰 他把立刻闭上眼睛 蒙住鼻子 叫用人把这片树叶送到三里外去丢掉 这个人就是太偏好他的干净 所以他的梧桐树把他洗死了 他的朋友到他家住 咳嗽一声他就受不了了 那另外呢 还有一位就叫张世成的兄弟叫张世信 这是原末起义的一个张世成 他的兄弟叫张世信 因为仰慕尼云林的话 喜欢刚刚前面讲尼云林的话画得很好 特地派人呢送了卷跟厚重的金币 请他画一幅画给他 那谁知道尼云林呢 大发脾气说 尼赞不能为王门画画 就把这个送来的卷跟纸呢 把它撕掉了 当然这个张世信呢 张世信呢非常生气 我请你画画 你竟然把它撕掉了 瞧不起我 有一天呢 这张世信呢 跟一般的文人到太湖上去玩 去游乐 在泛舟中呢 另外有一只小船上 传来一个特别的香味 一股特别的香味 那张世信说 这只船上边有高人雅士吧 那立刻呢就靠拢去 看个清楚到底是谁 不料呢 正是这个尼云林 因为尼云林上次他请他画画 他不跟他画 他把他的卷跟他纸呢 都把他撕掉了 那这个张世信一见 便叫人把这个 把这个尼云林抓过来 要把他杀了 经过大家恳求要免掉 不要杀他 才把他打一顿 就算了事 尼云林被打的时候呢 他没有哭也没有叫 但却始终没有坑一声 他打他打得很厉害 没有坑一声 那后来有人就问他说 把你打得痛了吧 你应该叫一声啊 才比较舒服一点呢 你猜尼云林怎么说 尼云林他是爱美 他不喜欢不干净 非常美 美到极点了 他说我一出声便太俗气了 他打他不能哭 一出声便太俗气了 所以尼云林呢 因为太爱美 可以说爱干净傲到极点了 所以对于女色平常也很少接近 正如清初名世 原美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选诗如选色 总觉动心难了 有一次呢 他忽然看中了金灵的一位 姓赵的歌迹 就把他请到别墅里来 想把他留在家里 想住一晚上 但是又怕他不干净 这个歌迹不干净 先叫他把身体洗干净 洗好一点 洗完了上了床 他觉得说 嗯不对 你还是不干净 你再去洗一洗 他洗了 他去摸摸他 又觉得闻他 嗯好像还是哪不干净 你再去洗一洗 再去洗一洗 洗好了又摸又闻 还是认为这个歌迹不干净 后来他就说 算了你去吧 天已亮了 我也算了 虽然留你歌迹 在我这儿住一晚上 但是一直觉得他不干净 就把他推走了 所以上面所谈的这些呢 我当然讲的故事 讲的不是很好 因为我眼睛今天看不清楚 很多自卫看不清楚 因为我准备了资料 但是没办法 又一时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刚刚讲的 美之为美 似恶也 就是美过了头 似恶也 这样的一个故事 就是提供给朋友们 您了解一下 善之为善 似不善也 一个人做事 做善事 又把自己的名字 大张 这个张扬出去 就是不善 做善事 就是默默地去做 美也是 太过了头 我觉得过于不及都不好 所以这里就是讲这个 所以像宋代的这个大辱成仪 在哲宗时代呢 他出任这个讲官 有一天呢 上殿 为这个哲军皇帝 要讲书 说书吧 讲书 那还没有讲 还没有辞退 他还没有 还没有讲完 那哲宗呢 偶然就站起休息一下 就想说你讲书 讲那么久 我站起来休息一下 靠在栏杆上 看到柳条 摇一生姿 便顺手 折了一只这个柳条 那成仪看到了 立刻对哲宗说 方春发生 不可无辜摧折 就这个柳树 放在那儿很好看 你为什么 他刚生出来 你就把它折下来呢 弄得这个哲宗 也啼笑皆非 很不高兴 随即呢 就佛秀而去 不再听他讲书了 所以我讲这些故事 也都是从我看的书上 揭露下来的 因为我今天 说实话 因为我生病了二十几天 到现在眼睛 我看东西是模糊的 所以各位包含一点 我做了很多笔记 但是我看不清楚 所以讲话也讲得好像 这个文不对题 也希望听众朋友 我今天请你们来 就是来帮我鼓掌 鼓个掌吧 其实我讲得嘴干舌燥 真的很累 所以这次我跟洪卉博士讲 我说 你这次给我的压力 我的确不晓得该怎么说 这时候我不应该生病的 但是我就生病了二十多天 二十多天前我就担心 我今天的演讲到底讲些什么 除了我广播之外 我到底要讲些什么 其实呢 我广播里面好多东西可以讲 但是我今天没有照着我原先写好的稿子讲 我就自己随便乱讲 其实我刚刚谈到一个 我得了那个六十几年得了一个导播的那个金钟奖 我那次为了做那个节目多辛苦 以前不像现在就是电脑 就是你访问什么 要把哪个字切掉 把哪句话切掉 很容易 那个时候是唱片的 每一句话 那个以前都大盘袋 大盘袋小盘袋 每一句话要结 我要花多少时间 所以那次的金钟奖我差不多要哭了 我本来做完节目以后 我说我要跑到龟山岛去去修行去 我也不知道龟山岛在哪里 我只知道龟山岛是一个无人住的地方 我说我要跑到龟山岛去 太辛苦了 所以做节目 虽然你们听节目很简单 麦克风打开就可以讲话 事实上我要准备很多资料 每次我在我节目 向我星月办我行思那时间 我最少准备两三个小时 我才能开麦讲话 我不像别的人打开麦 就可以随便可以扯很多事情 我没办法 如果不根据事实的我也不讲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真善美 虽然讲的不好 但是我的意思表达到了 就是任何人就是抱这个真 一个善一个美 去做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诚恳是最重要 一个人说商人是奸诈 但是这个商人若是奸诈 他也做不久 我觉得还是诚恳诚实 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 所以为什么要讲道德经 其实我自己写道德经 我写的还不错 但是我今天讲的不好 我今天论文没带过来 我觉得道德 道跟德 都是我们现在人追求的最高的 修行的一个最高竿 那我从事广播工作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每一句我要讲的话 我一定准备的差不多 我才能开麦才能讲话 这是我从事广播工作 也算是把它当成置业了吧 各位都知道我已经快80岁了 对不对 所以我准备再混个五年 你们跟我一块混 那这五年中间呢 我不晓得我还能播些什么东西 我现在我还是健健康康的 我讲个小故事 我母亲以前经常讲过 我们家是邓县 河南邓县 说实话 习大大习精明 他们的老家也是我们邓县 我妈妈以前经常讲个故事 说我们那边有个塔 他有一个人生病了 生病他一直担心那个塔 如果倒下来会压死很多人 他就很担心 这个寝人忧天的人 这个塔什么时候会倒 请个中夜什么夜来 给他看病都看不好 后来说怎么办呢 他这是心病 后来就说好吧 哪一天的某某人 你从外面跑进来 大声的吼枪 那个塔倒了 倒了真好 没有压死半个人 就从外面一直喊到他们家来 他说什么 你说什么 那个塔倒了 有没有压死人 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压死 他说十几年的病就这样好了 我今天也是 我的病回家一定不吃药了 我最近吃中医西医 不要吃了多少药 我今天还带着药来 我今天还好 没有咳嗽半生 你看我在电台 两句话叫咳嗽 我只要讲话就咳嗽 今天还好 各位给我的祝福 给我的勉励 给我的加油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你们 我今天虽然讲得不好 我自己知道 因为我眼睛看不清楚 我画的东西重点 但是我看不见 所以我就乱讲 跳着乱讲 乱讲 反正你们坐着也没跑掉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还是希望你们每天能够晚上七点五分 在中广新网听我的新月半围形式那时间 谢谢各位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好 非常感谢 有问题啊 但虽然你是请假的没有 先说不要问太难的问题啊 简单的我答 难得我回家再查这点 孙小姐 虽然是八十岁还是小姐 还没到八十岁差一点点了 没到八十岁了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你是从大陆到台湾 然后你哪里能够人数得那么好 然后你又跟那些农民接触 你是抱持的 因为以前这个日据时代 然后到这个中华民国的时代 这是一个转变 那乡下农民有很多都是日本农老 是怎么样的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人 不管他对你有再大的这种仇恨 或者是有意见 你只要真心对他就可以 只要真心把他当成自己的人 很亲切的 像我那时候选国大代表的时候 这个手多脏 我一定握他 而且握得很紧 我不会轻轻握一下就过去 我很认真的握他 我就人就是真诚相待了 他就可以受我感化 对不对 我这人又很实在 像我看人家挑担子 我觉得好辛苦 如果我来挑可能更好 他那挑我会担心 他挑动挑不动 如果让我来挑 我会减轻很多负担 这就是我带人的一个基本心态 我觉得使真处地 替别人想会更好一点 这样答复可以吗 谢谢你 我看你不要资料了 你不要了 还有谁 举个手啊 我们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是 谢谢 好 来 是不是 请不要客气 几乎很难得 你要问什么问题我都可以答 我刚刚是讲假的 你问什么问题我都可以答 讲统一也好 读也好 我都可以讲 请说 请说 请问总经理 你叫我孙大姐就可以了 你在恐怖界这么久 你怎么保护你的喉咙 喉咙啊 我从来不保护 我茶也喝 辣椒也吃 每天吃蒜 我每天吃蒜 当我吃鱼肉的时候 我一定要吃蒜 才会觉得说增加那种消毒吧 还是说那个味道 我没有怎么特别饱 应该算天生的 我真的不骗你 因为我从事广播 我刚说我到宪兵训练中心去考试 四五十个他们就考完了 我一去他一听我声音就录取了 所以我刚才 我到民本电台 他们说我的声音像白倩如 知道白倩如吗 你们知道白倩如吗 他的声音非常好 所以现在我还是喜欢听晚上的广播剧 都是早先的公园员 现在我说实话 不管是广播或者是一般的电视 或者现在在广播上 我经常说 只要你不是哑巴 都可以当节目主持人 但他们主持所说的话 有时候我会觉得 很多字还是咬得不清楚 就像塑胶 你们讲什么 塑胶对不对 塑嘎 对不 你们讲塑胶对不对 这个念塑 塑胶 塑无塑 我经常会纠正人家 有时候不管认不认得 我这个人很持性子 人家讲不好 马上就会纠正人家 其实这样不太对 人家会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对的东西 还是要跟各位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还有哪一位 我来跟孙总经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你的粉丝 每天是您的广播节目 我觉得您有的时候 在跟访问别人的时候 你是用台语访问 我这个倒蛮好奇的 因为你竟然刚才有提到 您出身 这个中部的乡下 河南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你的台语讲的这么样的烈灯 这个跟您请教 说得很烈灯 我说的大家都听有吗 都听有吗 有啊 因为我从事好农家的节目 你知道农业专业电台 它接触都是农民 我本来闽南话都很会讲 但是闽南话 你真正要做节目 不是会讲得很清楚 于是呢 我当然也比较认真学了一点了 很自然的 我们家 我爸爸以前说 谁想谈话 今天不能吃饭 我弟就说 那能不能讲 那能不能讲 就是变成这个样 我们家全家 一开会讲话都讲闽南话 习惯了 但是你现在讲闽南话 你在访问的时候 你在播新闻的时候 不见得会把 那个 我们的文字改成闽南话 讲得很清楚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我有练习过 我自己自我练习了 所以闽南语讲的还算可以了 对吧 你听我访问闽南语 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谢谢 谢谢 我就希望你讲这句话 谢谢 其实我个性真的很三八 真的我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很世故的人 我妈以前我二十多岁都说 你到八十岁还是这个样子 对我现在八十岁还是这个样子 真没办法 自然就好 对 我今天讲那个 说要讲乱七八糟 你们不要当回事 我这是随便 我真的是很累 我最近在生病 每天生 今天是最最轻松的 我朋友他们知道我 我是身体非常不舒服 我昨天晚上好好把稿子看一看 我都没办法看 就是那个体力就是不行 那个压力啊 知道黄博士 你的确给我很大的压力了 给害了我生长生了一场病 我就看中医看西医什么都看 我最近光看医师看了四五家 药还带着 但今天倒是没咳嗽怎么回事 不是就像我妈说那个塔倒了没有压死任何一个人我现在事情解决了你们也来了也给我鼓掌了感谢各位非常感谢感谢 谢谢我今天讲的不好的力量了我不是像专家学者可以从头到尾讲得很好我的确像我虽然念了道德经啊我写的也是到老子的政治正学当我写可以写了真的叫我讲我这边画一点那边画一点重点所以讲的就你们可能听的不太清楚我当时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讲的很好但是我今天就准备讲好因为眼睛看不清楚我有点那个老花老花是不用讲我有白内障 要去开刀我不敢去开因为我怕开了以后影响到我的眼睛所以我今天看东西画的很重点结果还是看的看个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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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当做小朋友在说讲话好了好不好包容了感谢你们从老远或花时间来这听我要演讲结果说的不大不起大家还是给我鼓掌非常感谢这是最好的一天要最好的一天要谢谢谢谢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次感谢孙兰理事精彩的演讲以及精彩的欢迎